多一個 這個賴清德嗎 他們講民主是最不民主的黨 嘴巴說講民主做的都是不民主的 最不希望誰當選 民進黨比較危險 特別是我們希望台灣的民進人上站 那一樣選賴清德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他對台灣的經濟好像沒有幫助啊 他如果繼續下去 說不定哪一天真的砰砰兩顆飛彈 台灣就不去了 我們是高雄人喔 所以我們還是不希望民進黨當選 高雄不是全部都民進黨喔 高雄還是有別的聲音的 是 賴清德不要當選 不希望柯文哲當選 這三個我都不希望 最不希望就是賴清德啦 對啊 你看把台灣弄過亂七八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怎麼樣 教育也淪落什麼都淪落什麼都不好 反正直接看民進黨只要沒有選上 他們就當交通部長 他們的職位越高啦 反正你只要沒有選上 他們的職位要換給誰的隊員啦 他們兩個都可以 就是他不可以 雙標 所以絕對不能支持 所以是我投給 最不希望的 對對 投給賴清德 不是你不好 是你們的黨不好 你們的眼睛 哦哦哦 好感濕 哦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最不希望喔 對 好 投友贏啊為什麼呢 他內政外交都不行 越來越糟糕 最不希望的是賴清德 為什麼呢 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也好 而且真的當過兵隊 你看他這樣子一直在挑釁 一些東西 事實上台灣其實根本沒有準備 好危險 投友贏 最不希望好友贏 但是我會投他 最不賴清德吧 賴清德為什麼呢 因為你選賴清德 就要讓陳世忠 讓行政院長 去投票嗎 一定會去投票 我最不希望他這樣選 賴清德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家是生男的 他就是感覺會就是 讓台灣的經濟更爛更爛 然後年輕人可能會 越來越沒工作啊 兩岸的關係可能就是 會越來越差 我真的超怕的 我真的超怕打過來了 我們這就來揭曉一下 大家的三位候選人的票數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鏡頭過來 大家心裡面有沒有 絕對不會投給誰 或者是說 最不希望誰當選的一個想法 所以今天呢 欸 就做了一個版班 那就打算來問台北的路人們 對於最不希望誰當選的這個話題 有什麼想法呢 那我們這就出發吧 叔叔這次會去投票嗎 會啊 一定會嗎 嗯 這個 這個賴清德嗎 嗯 那可以問一下什麼原因嗎 民進黨給我很不好的印象 他們講民主是最不民主的黨 嘴巴都講民主做的都是不民主的事情 這七八年看起來就是要 應該下架民進黨 最不希望誰當選 那大姐這次一定會去投票嗎 如果我需要的話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對對 我現在住在 德州的Houston 喔Houston 所以也是可以回來投票的 呃可以 沒問題 那為什麼會覺得 最不希望賴清德當選呢 我希望兩岸能和平 兩岸和平 雖然我住在美國 那大姐可以幫我投個票嗎 可以 一樣 先生你會不會投票嗎 大哥也會回來投票嗎 對對 我跟他一個看法是一樣的 民進黨比較危險 特別是我們不希望看到你們年輕人上三場 你們的生命這麼寶貴 怎麼能夠為 做我們認為 有 我們認為 不必要的犧牲 台灣這麼好的條件 就應該和平 照顧老百姓 那一樣選賴清德 賴清德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對台灣的經濟好像沒什麼幫助 阿多我繼續下去 說不定哪一天 真的蹦蹦兩顆飛彈 台灣就不去了 有可能啦 我不知道啦 嘿嘿有可能啊 好那兩位可以幫我投個票嗎 我們是高雄人喔 但是我們還是不希望民進黨當選 高雄不是全部都民進黨 高雄還是有別的聲音的 是 賴清德不要當選 不希望柯文哲當選 最不希望柯文哲 為什麼呢 他起先靠民進黨上來 他起先靠民進黨上來 那現在民進黨把他擺掉了 現在又要西南的選票 然後呢 在兩岸之間搖擺 然後又要騙年輕人的票 因為他最小氣 小氣是嗎 最投機 OK 好謝謝 好謝謝 不希望誰當選 就是最不 柯文哲啊 柯文哲為什麼呢 他就是個牆頭草 看起來是主張科學 務實 其實呢就是看風向轉變 就是一個華仲取寵 只要能夠華仲取寵 他都無所謂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賴清德 為什麼呢 不喜歡他們的 做法 他們的做法 而且他們的那個撒謊 撒謊 硬拗的態度 不喜歡這個態度 OK 我跟他一樣 一樣也是賴清德 原因也是一樣 對對對 那兩位明年一定會來投票嗎 會 會啊 一定會投票 但是這三個我都不喜歡 最不希望就是賴清德啊 對不起 對啊 你看把台灣弄得亂七八糟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怎麼樣 教育也淪落 什麼都淪落 什麼都不 啊五線都被搞得亂七八糟啊 對不對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 對 那對柯文哲 柯文哲 以前我不喜歡 不過後來我覺得他還不錯 有改觀 最近他的那個 好像有點提升了 對 平常講我覺得他還是 還是不錯 但是我也不會選他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好像 下面的街霸好像沒有 還是誰 反正 你直接看民進黨只要沒有選上啊 他們就當交通部長 他們的職位越高啊 反正你只要沒有選上 政府他們的政府的派 自己安排啊 對啦 他們都這樣子 對啦 而且喔 陳其邁也是一樣啊 喔我現在說的是陳其邁 哈哈 而且很糟糕 他們都不說適當的能換在適當的位置 你應該因才適用啊 他們沒有啊 那七八糟啊 賴勤的 賴勤的 為什麼呢 就是換人做做看啊 民進黨八年 民進黨做太爛了 不是換人做做看 就是換 換執政黨吧 我也這樣子 先生有沒有要分享一下 對對對也可以分享投個票 他們兩個都可以 就是他不可以 為什麼呢 可以分享一下 自從有民進黨之後 整個國家爛到不行了 開始火爛了 所以說絕對不能在南民進黨 在執政 雙標 所以絕對不能支持 所以說我投給 最不希望的 對對對 是投給賴勤德 不是你不好 是你們的黨不好 公務人員不 喔喔 好感激 喔好好謝謝 當馬賽克就好了 我應該遇到的話 我們會看 哈哈 最不希望喔 對 所有隱瞞 為什麼呢 他內政外交都不行 越來越糟糕 越生猴為什麼呢 很多最基本的國際常識都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小孩子嘛 那如果是站在小孩子的立場的話 那應該是賴勤的 因為侯友宜 他之前是執政桃園的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治理的還還不錯 柯文哲的話 我的感覺啦 也是以大局為著著想 因為他之前是台大醫生出來的嘛 都是以下一代 很看重下一代啦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 生大學補習班 對有感受到說 他對於人才栽培啊 把一些心思放在 就是培育我們下一代這個部分 還不錯 所以如果說真的用三減法的話 那就是賴勤的 OK 那先生有想法 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 完全都可以講 如果真的是最不希望的話 就是應該是賴勤的 原因 其實老實說就是 阿伯啊 就是台北執政之間 其實可以看出來他都有在做事 而且是很認真的在做 侯友宜 他以前就是當警長嘛 而且我覺得他對於就是 比較會顧及老百姓啦 愛青的好像 沒有什麼在做事這樣 政的方面呢 對於小孩子其實也是很大影響 這不希望 對不希望 這個吧 侯友宜 嗯 我也是 也是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跟以前形象差太大了 以前的形象都是嚴的 現在又變回 政客的形狀的感覺 我跟他想往的時候 就是覺得 我就覺得你想做什麼 就做出你想做樣 可是他 就感覺他以前的形象是假裝來的 那我就覺得很不真實 很假 對啊 就是有犯差的 最不希望的是賴勤的 為什麼呢 真的很危險 由於我們這個年紀也好 而且真的當過兵的人 你看他這樣子一直在挑釁一些東西 事實上台灣其實根本沒有準備好 能夠相安無事 就跟柯文哲的立場一樣 柯文哲就是說要備戰 可是不要去挑釁戰爭 有些東西真的是可以逃 對不對 那可是有些底線是 大家一定要堅守住 對 那大哥明年一定會投票嗎 他每年都會投 一定會投 大哥最不希望誰當選 賴清德 賴清德 為什麼呢 統獨啊 對 統獨問題 兩岸可以更和平 不是說和平 我們只有和平 沒有選擇 不用講什麼意識形態 必須和平 不管藍綠 只有和平 但是你如果一直為了政治利益去炒作 這個我覺得很不好 因為他當選一定是亂 先選不亂的 比較不亂的 這叫做 罪惡之中挑選比較不惡的一個 霍友宜吧 霍友宜 為什麼呢 覺得他好像 對於一些事情沒有很了解 但我覺得他當得不錯 只是說他如果還要在 網上更高的位置的話 可能腦袋要動得比較靈光一點 我好像也是好友宜 那宜宜 我覺得他當市長的時候 真的當得都還蠻好的 可是我覺得他要在網上當到 總統的話可能 氣質要跟上 就是他行為好像老派一點 對我覺得如果他要變總統的話 可能要某些程度要再提升 最右邊的吧 最右邊 這一位嗎 侯友宜嗎 你說的喔 對對對 警察與流氓一線之隔 我也選 侯友宜 最不希望侯友宜 但是我會投他 你會投侯友宜 不是你最不希望侯友宜 對 為什麼 資格不夠 那為什麼又會投他 我犯藍的 我犯藍 但是又不希望他當選 對我覺得他當選蠻弱的 只是其他人當選 也沒有什麼好處啊 會去支持藍 但是不是很喜歡這個人出來選 侯友宜吧 最不希望侯友宜 對 因為他講的話就是 沒有什麼建設性 我那時候看到他去政大演講的回答 他都在逃避問題的回答 就是沒辦法直接 人家要講問什麼 然後他講什麼 對對對 賴清德吧 賴清德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選賴清德 就要讓陳時中當行政院長 最不希望誰當選 賴清德 賴清德 為什麼呢 覺得好像台南市長以後 沒什麼表現 上次角逐總統輸了以後 好像覺得有點 有點變2咖 所以就覺得不太好 對 賴清德 賴清德 也是賴清德 都是賴清德 我現在很討厭民進黨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會討厭呢 就是我覺得這八年 他給我們感覺都是在用騙人 然後再加上車衣網軍 就聽到網路上聽到太多聲音了 就是不是正面 就是挑撥 然後連自己的黨員也弄 所以覺得 不是很喜歡這個黨派 未來的話 他就是不要當選 去投票嗎 一定會去投票 一定會去投票 我最不希望他當選 賴清德 對對對 因為我家是聖男的 哦你們家是聖男的 對對對 然後他應該會做得很好 柯文哲 你相信柯文哲 對對對 那賴清德的話 就是嗯 都可以講沒關係 就要打馬賽克嗎 有有有 因為媽媽會罵 那就儘管講吧 儘管會幫你打馬賽克 他就是感覺會 就是讓台灣的經濟更爛更爛 然後年輕人可能會 越來越沒工作啊 兩岸的關係可能就是 會越來越差 我真的超怕的 我真的超怕打過來的 超怕 超怕 對對對 哎反正我就看 就是有一些民進黨的貪污 我發現賴清德都沒有很 去重視這些東西 比如說什麼槍擊 88什麼槍擊案 還有很多一直想不起來 對我發現 他雖然要選中 可是他也沒有去 他沒有去正視這些問題 對 然後當然我是深藍的啊 但是但是我也想選一個好的 可是對 但是柯文哲就是 他有正視一些問題 那很多人說他台北市長就是 沒有沒有什麼建設 可是他我覺得他有點講得不錯 就是他就是從他這段開始 就是什麼事都不能做 然後他 我覺得他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不管是對 內政或是中國跟美國的對話 他都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架構這樣子 對 OK 那大哥明年一定會去投票嗎 我會啊一定會 我可能這兩個會選一個吧 這兩個還在 對因為 如果他會當選我可能會選他 因為我是深藍的 可是如果他不會當選我可能就會選 侯友宜 我會看哪一個到時候勝率比較高 我會選其中一個 像年輕人不都支持民進黨 沒有一定 那是網路上的風向而已 我今天真的是實際問了一百個人 好那今天的街坊啊 終於把一百個人都問完了 那我們這就來揭曉一下 大家的三位候選人的這個票數啊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鏡頭過來 我們看一下 來個全景的 這是侯友宜的 侯友宜的票數 然後柯文哲的 OK 再來這個是賴清德的 全景到照片都沒有 OK 這是最不希望誰當選的這個總票數 好不好 侯友宜 柯文哲 賴清德 票數在這邊 然後大家後製的時候也會上這個數字嘛 大家也可以自己數數看是不是正確的 那從這個票數的表現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是不是好像 跟平常網路上那種一面倒的聲量 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值得大家來深思